《戒经》是中国古典折射中最古老及重要的书籍,书中讨论变异复幻的哲理,而归结于阴阳二行不变的太极图,或简称之为太极。 他的意思是表示至高无上,无中无极,太极拳的名声亦以此二字命名的。 杨家太极拳早已享誉于世,这是杨城府的象限,它是使杨家太极拳传父各地的一位太极拳大宗师。 他在一九三四年去世,那时他已经传授了不少弟子,而郑曼清先生是在他众多弟子之中,极富兴奋的一位。 在这部片子中展现了三个部分,那就是太极拳弓架、锥手和太极键。 郑先生原籍是浙江省永家县,生于一九零一年,一九七五年在台湾省台北市去世。 生前他在台湾及美国两地享受太极拳。 这拳不像其他一般运动重视肌肉发达,而是追求全身和内脏各重要器官的健康。 这只要求练习的人每天早晚约七到十分钟的练习。 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,艺人或多人都可以练习。 这一点是极少其他运动可以比拟的。 这一点是极少其他运动可以比拟的。 reward Cela 1975。 对方说了,我都认为是的積可,融运。 失败付ione为十分钟的文章动选她。 同吗? 这一点在後,巴余子权均和这些小项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约在宋代末年,武当山有位修道之士,名叫张三峰的,他曾因观看蛇鹤相斗的动作而悟出了一个以柔克刚的观念,从而孕育出一套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运动与武术。 他又把老子所说的以天下之至柔,持成于天下之至刚,以及孔子的中庸之道,融合于健身与武术。 而这也符合了现代的物理、哲学、心理方面的观念。 下面是一些在练习太极拳时的基本要领。 一、头部要保持正直及权论所说的顶头拳。 二、双手及双肩都要放松。 三、双足必须平贴地面。 四、全身放松。 五、呼吸时细沉腹部。 六、双手双足。 接着腰部,皆为腰跨而运转。 这样可以使全身完整移Angel。 七,腳移動無有不動,肢體不可特別運動。 練拳的時候,眼神平視,身體要保持平衡、舒適。 自始至終,動作迅速要均勻平穩。 全身重量要放在一隻腳上,做好中定。 鄭先生形容練習太極拳,要想像自在陸地上游泳。 心意只要如此。